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我现在已经下班,回到了家 我喂完了那些小动物之后呢 我就灰头土脸的跑到屋里来 吃了点东西 因为等一下我就要准备补一个觉了 你看外面的天气有多好 朵朵的白云把天空装扮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这就是我窗外的景色 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 其实我觉得在赌场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 这个几个游戏来回发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都已经麻木了 因为你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有朋友呢,跟我在视频下方留言说 那你为什么不只学这个几个游戏 你为什么全部都给他学完了飞金巴力的 那我觉得说在赌场工作 尤其是你要长远考虑的话 你把所有的游戏都学完 在工作当中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轻松了 因为你就感觉好像是 哎呀,我全部都学会了 然后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似的 就是考了一个大满贯 全部都考完了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往后我们想跳槽到其他的赌场 或者是搬家到其他的州的话 那你所有的游戏都坏 那你找到工作机会也会非常的大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 他因为总是迟到 还有请假 那他就是十个点 他全部都扣完了之后呢 他就被辞退了 那现在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又回来上班 那他就是因为没有学这个制骰子 还有轮盘 这两个大的游戏 所以说他还要从兼职做起 那如果他所有的游戏都会了的话 他再回来就职的话 那可能就是全职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把这些 比如说百家乐 排酒 轮盘 还有支散子 全部都学会 那你得到全职工作的机会就非常的大 而且很多赌场都需要这种 全部都会的 这种 所有游戏都会的 这样的发牌员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赌场呢 也会鼓励发牌员去 尽量的把这些游戏都学完 你像我们赌场 你学会百家乐的话 你在每个小时的基本工资上 会多两毛五分钱 轮盘也是 那如果你学会了制骰子 那每个小时就会多五毛钱 不要小看这些钱 积少成多 尤其是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而且物价还这么贵 所以能多赚一点 就是就多赚一点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尤其是都超过了40岁以上的话 那在投资理财啊 往后养老啊 这些方面现在都要去考虑了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尽量的 能多赚一点 试一点 还有就是在投资 自理财方面我也一直在做那个指数基金的投资 我买的只是一只指数基金就是标普500 这个标普500指数基金是涵盖了美国最好的500家企业 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家或者几家不好的话 就会被剔除由更好的公司来代替 所以说这个就是买你美国的经济会持续的发展 那其实从长眼来看的话不只是美国了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是在持续发展的 而且买指数基金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服务费用非常的低廉 你买进的时候是不需要服务费用的 只有你卖出的时候会有0.03%的服务费 这个比买个股呢要划算很多 而且风险也会降低很多 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为了养老而进行的投资 所以我觉得买指数基金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长线投资 如果短线的话你买进买出 其实这个费用也服务费用也非常的高了 所以我就是长期的持有 说来说去就从赌场的工作又聊到了养老 毕竟年龄在这呢 你工作也是为了现在还有往后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呢这个投资理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也是从这个投资理财当中受益非钱 因为我现在包括我买房子的钱 买车的钱都是我投资赚来的 并不是说我靠了这个在赌场的工作 在赌场的工作真的只能是够你日常的花销 你要是说有额外的想去生活的更好的话 投资理财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个投资理财的第一步呢就是攒钱 有点钱呢就存价来 然后买指数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你认为比较稳妥的 投资股票啊或者是房产 我个人之前呢是投资房产给我赚了一些钱 但是呢也遇到了一些骗子吧 所以往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往后的钱 就是越少经过其他人的手越好 我现在都是自己学自己投资 那我投资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买指数基金 所以我其他的也不买 就是一根金 其实挺好的哈 我自己感觉我非常的省心 我买那呢我偶尔会看一下 但是呢也不会经常的去看它 在赌场这份工作呢 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第一 我学的是一个技能 第二呢就是我可以练英文 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上保险 这个呢我就觉得说会让我省很多的心 尤其是就是我不懂买什么样的保险适合我 那这个保险呢就是我们同事都买 都是同一个保险类型 所以呢如果我有什么不懂的 我就去问他们或者是去问人事部门 这个呢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保险在美国在任何地方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的年龄哈 越来越大 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保健啊包括医疗这方面 就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今天在工作当中 我是四张Blackjack 21点的轮修员 我自己呢还是非常喜欢 做轮修员的今天是星期三 不是很忙 有一半的时间呢都是很清闲的 我自己呢还记得我当时在学这个Blackjack 包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羡慕那些发牌 速度快 算牌快 其实当你工作了超过两年左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 你越来越熟练 不快都不行 但是呢在发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Blackjack 21点 因为它发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手腕 因为有的时候你太快的话会导致手腕疼 甚至是肩翘炎 这个呢就是在平时发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还有呢就是我们站在那里的发牌 有的时候也会让腿和脚会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就要经常的移动活动活动自己的腿 还有脚在不是很忙或者是发牌的间歇 就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那我为什么总是会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有些朋友他会对发牌这个工作感兴趣 但是也要考虑一些对吧 我们自身的因素 看看我们身体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当然其实有的时候 你像我们赌场啦 你如果假如说腿脚不好的话 你也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只是呢你可以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 因为像我们赌场有一张牌桌 Blackjack21点是可以坐在那里发牌的 然后还有就是百家乐都是坐在那里发牌的 也有一些站着的 但是我们那个也不是经常开那些牌桌 但是坐着的百家乐是经常开的 所以说你也可以申请 可以总是发这样的游戏 就坐在那里 这个是赌场的一个小福利吧 就是说也是很灵活的 只不过就是像我们这种 你要说腿疼也没有疼到哪儿去 不能站着是吧 所以说你也不好意思整天跟他说 我可不可以坐在那里 因为站时间长了 谁的腿都会疼 都会难受 所以呢有些时候 我就是即使有点难受 我也会克服一下吧 包括我们同事 有的时候 发Blackjack21点 因为尤其是五块钱 因为我们有一张牌桌 它是五美金最低的赌注 那你想想 最低赌注就是五美金 其他都是十美金 25美金50美金 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在五块钱 最低赌注的Blackjack21点的牌桌上玩 尤其是刚刚学会玩Blackjack21点的 这个呢也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是吧 就是你不会的话 那你就花最少的钱 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你是否喜欢 然后是否会玩的比较好 玩的比较有乐趣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忙 那有的发拍员呢 他就会说 哎呀我在这个牌桌上 我腰太疼了 我可不可以换到百家乐这个牌桌 那主管问到其他发拍员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会拒绝说 哎呀我不想去 那问到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主管他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就直接把你分到那里去呢 对吧 你也没有脾气 所以工作就是工作 那我我都会说 OK那我没问题 我可以去那个牌桌 我可以跟他换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大家工作都是行一个方便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同事 有这个方面的困惑 或者是需要你帮助一下的话 那我觉得我也很乐意去帮忙 看我们家的大鹅 在外面悠闲的吃着青草 我等一下呢要补一个叫 然后我就起来去做一下院子里的活 把这个后院的草再割一下 然后再把那个西红柿的架子 好好搭一下 我差不多每天下了班之后补一叫 醒来呢 我都会在院子里做两个多小时的活吧 因为其实也不是固定的 就是做两个小时 那磨蹭磨蹭天就黑了 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的休闲 惬意的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可能也就是我在赌场工作之后 因为赌场下了班之后 你就不会有什么拖拖拉拉的事情 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所以说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比较的轻松简单 经常跟大家聊聊天 真的是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 还有放松 也非常的疗愈 觉得有人听我说 有人等我 所以呢我也希望全职妈妈 或者是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 不断奋斗的人呢 也开一个视频 YouTube 然后或者是写一个博客 记录自己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你想想以前 我们顶多是拍一些照片 现在你不但可以拍照片 还有影像 这个对于自己呢 也是一个记录 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我们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规划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